这婚礼也办完了 我姑姑交好人情之后回昆山上班了 我们今天来算一下 看收了多少人情 来 鸭子 这是那天记的本本 那个收账的小叔叔都算好了 这里就是一些人情 反正就大大小小 这都没了红包 鸭子 鸭子 你们拆的时候看着点 别里面遗漏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新鲜 来 这一摆的 这一个是粉丝的 昨天晚上翻这个记账的本本 上面显示是有两个来了的粉丝 各位兄弟姐妹们 你们每天是在口黑吗 什么 老罗太小气了 准备30桌哪够 我们来的话 你这期要准备60桌 结果就来了两个 鸭子 你那个本子上再记一下罗永的 罗永还有两头猪 拉鸡的还有两箱酒 一万块钱 还有孔姐的是有三箱红酒 也是一万块钱 这里是我几个同学的 来 李梅龙 来 数斤 二十 你现在好 我开了 但是我没得了 我还见我做超变 没开吧 你要变了 要 要 要努力 长大以后自己赚 大概两八斤了 我会一批 现在的问题好 好 孔孟兄数了是吧 一万哦 二十三五 好 好 好了 今天没清理的是 看起来好多好多 这一清理 也没多少 反正这上面都记了 我们那些自媒体朋友啊 还有我这边的我的朋友 你那边的人让小师傅那天记了吗 对 都记了是吧 算完应该是这么多吧 那不止 哦哦对对对 后面还有我的 对 哦 算完是这么多 15万2323 就是物资加一起大概就 20万左右吧 66张 数清楚了这一次啊 那一打钱 最起码数了5遍 哈啰 数这个 这包红包里面全部检查一遍 对 有小票子就给你 都给你 有大票子就给我 快 别长进去是一张摩斯丛啊 那很可以 那两张20的 真的 那两张都看一下 万一有这种旧的贴在上面的 啊这个小的 这没有 要看里面有没有 这些就你 你明天就存起来 我今天下午就走了 刚刚也很认真地看了一下 这个我们的礼账本本 每一笔的都记在这个上面了 人家家里面以后有是 我们中国嘛 讲究的礼尚往来对吧 肯定要随回去的 还有几个朋友来的礼钱呢 也比较大哈 嗯 像我小叔子 虽然说哎 现金红包没包多少 但是两头猪啊 什么的七七八八加上去 也过万了 这几个朋友的 到时候 这人情也难还 加油啊 礼金呢不管多少 对吧 都是大家的一份心意 反正都是要还的 一百 人家说了礼金仁义重 哦 这又有一百了 那这一百就给姑姑啊 轩 这谁够的一百啊 我给三个来找 找到十一样 二十给你啊轩 看来这不同的地方 这个礼金呢 重量都不太一样 像我们那边 就是礼就来的薄一点 基本上村子里的都是 就是啊就一百块钱 关系好一点的就两百 像你们这边村子里的都要两百起步了 村子里的没有请的 就是两百 如果说请的就是三百 好一点就是五百 关系轻一点就是六百八百一千啊 这样子 对不过你们这边还有一个回礼嘛 就是要回个礼 我们那边就是来多少寄多少 不会回 我们这边是你来人情的 回一百 加一包那个烟 再加一瓶王老吉 然后桌 桌上吃饭的时候还有烟 还有烟 所以说就是看起来收了 这个将近二十万人钱啊 其实还是我们这边办酒 基本上大部分人家里都是要亏的啊 昨天晚上直播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 就我们办了一场这样的婚礼 从四大金刚到买烟买酒买菜再到回礼啊 这整个全部搞下来花了多少钱 还没有算 因为有一些是老罗那边画出去的 有一些是我们取的现金画出去的 有一些是我加工这边画出去的 所以到时候还要再算一下 哎 姑姑这二十块钱真归我了 真的归你了 你这二十块钱拿着去花是吗 花的话姑姑给你换成这种零钱的 存到我那个小本子里面 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 呃 天天给他零花钱 然后都是存在那个本子里面 去吧 你把你那个存钱罐拿上来过去 那个存钱罐在我爸衣柜上超高那里 你拿不到啊 拿不到 这我们酒席也办结束了 老罗出去到山东给大家带这个玉菇甜瓜了 这是老罗寄回来给我们吃的 拿两箱 就是对面我那几个亲戚家 再拿两罐我们的野生的严密啊 一人一箱甜瓜 一瓶蜂蜜 我去喊上我婆婆一起去 哎娘子 你去哪里了 我刚才去找你 我刚才打扑克 哈哈哈哈 这下雨也没事干玩一玩 扑克挺好的 那个你陪我去 去对面我爸干妈家 然后再去一下那个表嫂家 你也要去啊 嗯 你就不去了吧 你在家里吹气球多好 那里的时候再去玩着过去 其实这挺近的 但是走路吧 抱那个瓜又觉得累 还是开车吧 啊 走路你能抱得多吗 好了 那走路去吧 就在对面 那你抱一下 我抱一下 哎呦 来了抱得起来了 来了 这一箱有八斤 我抱一下 那我们就边散步边去 蜂蜜给我吧 对 蜂蜜给小向拿一瓶 就这样就行了 好了好了 走伯伯走路去 OK了 不开车了 你奶奶非要给我省油钱 我们小向自打我 怀孕之后啊 就从一个摄影师 慢慢的变成助理了 我只要拿一瓶蜂蜜就好了 你去干嘛了啊 鸭子 上面羽绒服 下面裤子 又抹到脚弯上面 现在穿个拖鞋 什么神仙搭配啊 在打田 哦 在打田啊 嗯 好 我们去我干爸家了 穿着筒子鞋的人就是不一样 干的路不走 非要往水坑里面走 黄色的垃圾 今天下雨 你们没去干活啊干嘛 有本人啊 接下来香瓜吧你看 香瓜怎么来啊 嗯 罗园他去山东去卖香瓜了 他寄了几箱 让我拿一箱给你跟干爸吃 拿骨头都行 一起休息 拿了瓶蜂蜜干嘛 拿了瓶蜂蜂 不用拿鸡蛋 你上次拿的鸡蛋 我都还没吃完 走去你啊 你妈妈在拿好 怎么有鸡蛋 大生龙有吗 有 家里也有新大蒜 大蒜台子 大蒜台子啊 那可以 那拿一点 每次来我干妈家都不会空手回去的 他们家 那个大蒜台子长出来了 让我搞一点回去炒鸡蛋吃 现在能吃得下了 上次干妈提过来好多鸡蛋 我都还没吃完 这个炒鸡蛋好好吃 炒鸡蛋好好吃 炒鸡蛋好好吃 你吃瓜好兄弟们 你吃瓜子 你吃瓜子 你吃瓜子还是吃瓜子 我吃瓜子 我吃瓜子 我妈这么吃瓜子 干妈葡萄什么时候可以吃了 吃瓜子 葡萄可以吃了 葡萄可以吃了 等我来吃第一串 你转时间葡萄自由了 今年你敞开肚子吃 这全是我干爸家的 我干爸现在种葡萄越来越专业了 之前说 等我表弟大学毕业赚钱 有工资了 他们就不种葡萄了 这今年开始赚钱了 你们还种的越来越规模越大了 你又说鸭子的坏话 鸭子也很勤快好不好 我们回去了干爸 好 真熟了吧应该 别够了 别够了 是这个奶奶夹的是吧 哎呀 你慢点你慢点娘咋 你再拌了你这还不行 这还酸酸的给我吃了娘咋 哎呀好好 现在枇杷就熟了 3月8枇杷那是啥 这里还挺会溜嘛 这个上面 对对对 有肯你来 我来尝一下它伤不伤 这个肉比较好好的 我们婆心两个在这儿到人家的琵琶吃 给我看这个 给我多 嗯好开胃 抓起走的哈 安好 阿姨看鱼巴 一看鱼巴 他还留我们吃晚饭了 谢谢啊阿姨 这个放这里 这个也放这里 我放你了 反正等会要从这里过 朋友们等会提醒我们 我们的事实是琵琶在那里 别忘了 这标签不会没在家吧 我打电话干净 你打电话你拿着手机了没有 没了 我去打 你放这里吧 不要走 放电子没打电子 打电子就浪费了 那里方都没给到 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 我就OK了 OK了 你这种哪里学的OK了 这就OK了 现在一天天都给我们标英语 这就OK了 好了 没吃了 走 我们嫂子发语音说一下 嫂子我跟我娘子拿了一箱 山东的甜瓜 还有一瓶蜂蜜 放在你们家那个门口 用那个斗笠盖起来的 你回家了记得拿进去 那个甜瓜现在就可以吃了 你吃 别放着不然烂了 这边跟我们那边是属于一个村子的 只是说我们住在那边了 其实老罗家的 其实大家约上之前也是在这边 我们俩继续在这摘枇吧 我婆婆在那里聊天 这一串应该熟透了 偷琵琶的大女孩 你把绿子都别摘了 再摘回去浪费了 娘子走了回去了 我把你一好的羊妹一好的李子 一好的笔笔 妈在这里 等羊妹好了我们去外婆家摘羊妹 娘子这里也有琵琶 我摘一颗回去对比一下 看谁家的好吃 收获挺多的 收获满满 那个表嫂家的生菜都还没摘 因为表嫂没在家 不然我还要摘他们家两多生菜